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这个向量长度就是1 V向量的长度呢 11它的长度就是根号2 这应该没问题 那他们之间的夹角是多少度呢 好同学 10这个向量我们把它画出来 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的角度了 这是10这个 我们用粗一点的线 这是10这个向量 也就是我们的 U向量 11那个向量在哪里呢 11那个向量在这边 从这里到这里 这是我们的V向量 好 所以同学现在可以看出来它的夹角C打了 这个C打是45度 这个C打是45度 也就是四分之π 好那因此呢 你把45度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呢 它应该变成根号2 乘上呢 cos45度 刚好也是根号1分之1 所以它消掉之后呢 我们得到它的功 就是正1 就是正1 但是同学可以了解到呢 但是同学可以了解到呢 你如果用定义下去做 你每一次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下去找夹角 这个夹角 有时候并不容易 尤其是空间里面 空间里面随便两个向量 你要下去找它的夹角 那个困难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往后呢 定理 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 比较简洁的做法 来去求这个它的内积 那也就是物理上的这个